黄永胜的夫人和子女黄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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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文革期间也是参与运动斩过人 1971年被撤职 1973年被开除党籍 1981年1月25日 立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 处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83年4月26日病逝于青岛 黄永胜的夫人是向辉方 她是1918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完县 1937年10月步武 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担任过完县抗日救国会主任 进查济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组织部部长 进查济军区三分区民运部组织部妇女部部长 查济军区热辽动队 政治部保卫一颗颗战 第四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 此复处主任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她历任第四野战军 十五兵团干部子弟学校副校长 中南军区第二干部子弟学校副校长 广州六一小学校长 广州八一中学校长 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 军政大学办公室主任等职 九一三发生之后 四大金刚夫人里面唯独向辉方卫兽开除大级 军级的处理 2003年3月6日 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病史 向辉方与黄永胜 有四男两女六个孩子 一 儿子黄春光 黄春明 黄春耀 黄春义 四兄弟一 长子黄春光 黄春光 1943年东出生 在河北岛顶的一个山洞里 因此 小名叫东洞 曾用名向阳 1962年他考入西南军事电信工程学院 因为文革到1968年才毕业 毕业后到空军云南猛字机场 在航空兵某十轮战小分队下放断裂 当机械员 1969年春节前 调到航空兵38师作战客人参谋 1976年转业到地方 先后在几个国营工厂工作 1980年代他下海经商 在北京做贸易公司 生意做得挺成功 二三子黄春耀 黄春耀 1949年5月出生 后改名黄正 曾用名向群 曾就读于沈阳音乐学院 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毕业后在广州军区海上文化工作队 42军126师376团服役 转业后曾在广西八一猛况 青岛市四方文化馆 深圳市某些企业工作 他是父亲传记军人永胜的作者 三老二黄春宁和老四黄春一老大 老三岸干部转业 老二和小弟都是副员 后来政策调整 改回转业待遇 副员是工人身份 转业才有干部身份 老二当过连长 后来这俩兄弟也下海经商 再后来老二和老四 全家分别移民澳洲和新西兰 二女儿黄春平 黄伟平 除了黄春平 次女黄伟平 黄永胜还有各养女刘细致 这三个女儿的丈夫分别是陆修欢 高怀友 董发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茴棕